我們這次的南極之旅終於出發了 在未來的月裡 我們的生命就會交通在這艘 船身充滿了鐵獸的抗兵船上 雖然看到表面上有很多鐵獸 但這艘船原本是用來開發和研究所用的 所以這次的船絕對是安全, 沒問題的 我們的南極之旅 是由紐西蘭最南面的布洛夫港出發 至於船上的俄羅斯船員 看到我們有四百多公斤的儀器和行李 都紛紛下來幫我們搬東西上船 由於能夠有機會到達南極的香港人 是不超過一百人 所以我們的心情 也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感覺 隨著我們的船慢慢離開布洛夫港 我們就正式達入了 我們全程超過八千公里的旅程 在充滿風浪的大海航行 最大的問題原來是在吃飯的時候 有增無減的風浪 令到我們的船搖得越來越厲害 而且開始沒什麼胃口進食 還有一些作嘔和作夢的感覺 我終於都頂不住 開始雲雪浪了 宗仔 其實我也是好你一點點 由於我們準備登陸的亞德爾國 對出的海面是充滿了防兵 阻礙了我們的潛中 由於我們能不能夠成功登陸呢 也要視乎我們能不能衝破這堆浮兵群 終於我們在船長方面得到一個好消息了 就是雖然海面周圍佈滿了浮兵 但是我們一樣可以如期登陸 令到我們所有人都鬆一口氣 不過這樣的宗仔 雖然浮兵是不能阻止到我們的登陸 不過我們還要面對一個困難 就是海面的風浪仍然是很大 從大船上脹皮艇的時候 很容易跌落海發生意外的 所以為了避免我們滑腳 船員都會將樓梯上面濕滑的兵塊鑿開 而到了最後 我們也成功搭上了橡皮艇 向亞德爾國進發 因為亞德爾國是面向大海的 所以岸邊的浪是非常之大 而岸邊是這麼沒有碼頭和沙灘 所以我們就要搶坑登陸了 是 我們終於到了南極了 各位觀眾 現在是1995年2月16日香港時間 4時50分 我梁榮忠和陶大宇和我們電視 設計的一群工作人員 已經正式成為香港電視史上 第一批搭觸南極的人 Yeah 其實我們這次的登陸 除了揭開了香港電視史上新的一頁之外 也非常具有紀念價值 因為今年是人類首次搭觸南極州的 100周年紀念 至於亞德爾國是企鵝繁殖和墜居的地方 所以周圍都可以見到一些很可愛的企鵝 原來企鵝的好奇心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就算我們不走近他們 他們都會很主導地走向我們面前 在南極我們要抵受極其嚴寒和乾燥的天氣 雖然是這樣而已 我們整隊人都覺得這個行程是非常值得 而且現在走的時候是有點捨得的 每月每天的暗門都會太先踏回南極州的項目